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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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 《寻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的节目系列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做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赞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见这些人为了移民去BNO做家 有人夫竟然将太太的人妻 这些病情的事情 还在想那么多 上网围绕问BNO女儿 如果带着这种病来英国会如何如何 你不是瘋了 什么病?普通伤风感冒? 原来不是 话说她怎么说 大家好,我和太太准备 两个月后来英国 但很不幸 最近我太太看检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边子宫内膜疑症 即是我们俗称的巧克力楼 柳子大概是55mm x 38mm 55mm? 都很大 是啊,都惊吓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女性身体 就不是很庞大 可能有男的听众 不太明白什么叫子宫内膜移位 即是什么巧克力楼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始终男女就大不同 结构来说 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图 就是这样 对了 画面右手边 红红色的那一块 大致上这样 你想想 我们想起也觉得痛 对吧 生了一粒的东西 在这个位置 它的尺寸就是55mm x 38mm 大家想想一下 整只鸡蛋的形状在里面 挺吓人 那怎么办 他们想着怎么处理 现在人是胎生的 不是卵生的 对吧 对 你的鸡蛋在里面 就算鸡生蛋出来的时候 它也是扁的 接触到空气 才变回我们现在看到硬缝缝的 我们不是说这个 没有鸡生育 先说这个 人类 而另一边 看到 书卵馆有闭塞 哇 我们想起也很痛 对吧 这样 当然 痛 害怕 书卵馆闭塞 哇 你想想 你不可以喝什么 什么崩大碗 不行 不是这样的 千万不要乱来 这些 我们记住 有什么问题 一定要向专业的医生求助 这个黄友相当疯 为什么要说黄友 我们待会再说下去 真的很恐怖 他还没说完 我想请教一下 英国的NHS 就是医疗 有没有包含一类型苦科的手术 排期需要多久 收费是怎么计算的 担心要排期很久 以及延误的治理 但是 又安排好各方面的东西 就准备过来英国了 现在很彷徨 想了解一下多些 英国这边的医疗程序 是否决定在香港处理完先 还是过来再处理呢 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和建议 多谢你们的宝贵时间 香港人上 哈哈哈哈 他弄好了才走的啦 医好才走的啦 是不是呀 打算去到英国才计算 做手术 人家英国很忙的 人家NHS系统 而且 不够人手嘛 最惨就是 可以想象得到 人家看其他证 都等很久 何况你这些 你还有新来的 第二就是 你新来的 可能他们的收费也不一样的 当然啦 他们给了NHS的钱 那些什么的 他们想着就包了 钱那里 我觉得就是一回事 人命和女性 有时候很重要的 这一样就是 那个子宫 因为如果你还想 生长小孩的话 都希望保留住 要保养好他 对吧 例如少喝冬饮 天气冷 就不要在地板上穿拖鞋 就是很多这样的说法 虽然我们不是女人 但是都希望 都懂得如何去保护女性 是不是 不是的 竟然有人问他 你信UK的NHS 还是信HK的HA 就是信医管局那些 当然是HK啦 神经病 他的态度不是啦 我知道 他的态度就是 当然信英国啦 英国差很远 比起香港的 其实香港的 医疗系统是世界上非常先进 很多人不知道 他经常在闹他 香港的医生 护士 做野蛮 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香港其实 那个系统是很快手的 比起很多国家 都为之更加先进 很多人身在福中 不知福 这个人夫怎么说呢 他经常说 当然是UK啦 只是担心流程 会太久拖到恶化 到处有人生路逼熟 所以想请教大家的经验 哇 大哥 最恐怖 你在想 第一 你不信HK 就信UK 我不知道 你这个是什么K 究竟这么多年以来 有没有在香港看过医生 有没有大家来时 你身边 或者你自己 有没有人去过医院 是否真的像你那样 那样的K 你自己都担心 去到英国的时候 不知道会怎么办 你自己 但是基于一个 准备好东西 可能约好搬家当 就送过去英国 甚至乎订好机票 准备了那里的Airbnb 或者准备了其他不同的东西 就是设计车 哪里接应 或者已经准备了开派对 去到英国 就参加香港人集会 什么都好 这些是你的事 如果这些 严格来说 就是钱 能够解决到的问题 解决到 你就去问一下 可不可以叫延期 还是怎样 不是 他反而想 可不可以叫他老婆 带着这个朱古力楼去移民 我第一次听 神经病 不是吧 你没有搞错 你没有搞错 命都没有 还带着这个楼子走 神经病 神经病 没那么厉害 很深 我们马上找回一些 和苦科资讯有关的资料 当是学一下 如果朱古力楼比较小 直径在30mm或以下 加上患者是年轻 未结婚 也未生过 如果逆后希望有意愿生育 可以接受这些叫做 荷尔蒙的药物治疗 但是刚才我们都听到 他的直径是过了一条街 55mm 成40mm 因此也有说 朱古力楼大概比较大的直径 去到50mm或以上 和症状是明显的 影响了日常生活 如果你真的不打算生育 或者去到更年期 其实就可以切了两边的卵巢 但是这个GNO女儿的老公 他的意思是如何 他和太太都未生育 医生建议他尽快避免 因为如果怀孕的话 可能对朱古力楼有什么问题 总之 虽然尚算稳定 不过是担心会获寿 令人扩大 你想起来也就惹懿了 是的 怎么还想想着去英国医 有这么严重的疾病 是否应该尽早在香港搞定他才能走呢?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不正常 有没有考虑过他太太的病情呢? 我看到他的数据这么大 55mm 我相信平时的生活应该是隐隐作痛的那种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打算走吗? 有些人也提醒他 他说不是啊 NHS有跟障 但这个尺寸应该不会安排他做手术 意思是指英国 排期多久就要看地区 每间医院就不同 有位BNO女士的阿太 他都排了15个月才看到第一次的苦科 是呀? 嘩呀 可惨 也有些人就告诉他 他说请你在香港做吧 这样会安心点的 NHS会跟你说 好小事而已 拖得就拖 这位仁夫就说 蛤?不是吧? 尺寸呢? 也有分这么多的 想问一下郭霞是否经历过NHS排期的经历 可不可以分享给我啊? 多谢你 你是不是瘋了? 代表这个人的心态是什么呢? 很瘋了 很想走 因为他老婆的珠果粒 有差不多的尺寸 只不过是基于 一早安排好所有东西 就想在网络上找一些 让自己看着心会舒服一点 然后去了英国才算 哇 不要这么瘋了 很瘋了 是啊 这班人很恐怖 虽然我们未经历过这些 女性的惊痛 或者子宫 不舒服的事情 我们未经历过 但是 听到心也不舒服了 对吧 是啊 他们好像觉得去英国 真是那么重要 重要那条命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都很重要 真是瘋了 因为有些人跟他说 哎呀 看看你的情况严不严重 以及紧不紧急 当然严重 所以人人不同 所以你的情况也不可以想 希望跟别人一样 有个阿姐 她也说去林飞之前 也发觉自己 有子宫基楼要撤除 但是她说不是很紧急 所以没有做到 过去英国之后 看医生和说他的症状 也跟他照超声波 之后安排他做手术 也去除了 全程不用钱 连排期大概几个月 这位阿哥马上问 又会说自己的情况 似乎他也有担心扩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梅艳芳那部电影 我们还记得有一幕 梅艳芳和梅艳芳 都患了子宫颈癌 所以在电影中 又说到某一次登台之前 哇 痛得梅艳芳 当时是白癌 很辛苦 痛得很辛苦 软了 表情是面穿很白的 然后就跟梅艳芳说 哎呀 我可能有 朱古力瘤 家族基因 跟这些有关 之后就造成了 子宫颈癌 等等 当然 基率究竟是怎样 以及两者之间 有什么大不同 并非 画上等号 这些都是 问回专业的 辅科医生 这样会好一点 他是不是想着 如果买了NHS不行 可不可以找回那边那些 黄友那些 什么隐世医疗室那些 不是的 有这些 隐世医疗室不是有辅科看的 是 还说哪个医生 真是麻醉那个 去了 流亡 已经离开了香港 真是英国 可以的 传说他是 辅科聖手 拆起手套 就叫你 拿个 鸭嘴 来看看他 会不会这样 不要乱来 隐世医疗室 他们好像 跟着改了 在英国 是另一个组织 很搞笑的 我不知道看什么 如是者 我觉得这件事 太恐怖了 身体不是你的 纯粹上网问这些 也是很不公平 我觉得 尊重太太的意愿 还有 去到这些位置 这些人渣老公 你不要介意我骂他人渣 一定 会用一招 就是情绪勒索 是的 我也认为会 最喜欢的 就是 到时 哎呀 为了我 你是不是爱我先 你爱我的话 那你可不可以忍一下 去到英国 才去处理这个 朱古力楼呢 我真的 换了命也没有 不是呀 我真的很想快点离开香港 看到这样 大崩坏了 晚上8点 又没有人的 静音音 你看看 越来越差了 现在 你是不是爱我先 你爱我的话 你可不可以为了我 忍一忍呀 例如像这些 可能基于这些情况下 会不会又下跌呢 这个我们不得已知了 怎样都好 我们真的是 如果你还想生小孩 就算生不生小孩都好 这一件事先 也不是情绪勒索 希望等个太太 先看好 先搞定了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都说回 大概这个微创手术 做完了之后 第二天都可以叫做走得了 即是休息一个晚上 还有拆线那些都不需要 即是会融入那些 哦 是呀 这么好的 是呀 即是在香港搞定它就算了 一天香港医院处理这么多的病人 还有那么多的手术和那么多的认证其他不同的古灵精怪的东西 连判了一条命都要走 现在就是这样了 判了老婆的命 这个人更坏了 是的 不可以这样的 大件事起来 到时候有什么都不希望见到 好了 那我们今集就说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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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